说你因为我任性 所以才跟我分手的 那咱们复合以后 我觉得我已经改了很多了 为什么你对我 还是这么冷漠呢 你现在变得很情绪化 动不动就哭 你这样真的 把我也搞得很压抑 为什么你对前任的好 到我这儿全都没了 我不是说非要 跟前任去比较 只是说我心里面 真的过不去这道坎 难道我们就真的 再也回不去了吗 女生到底对男生 有怎样的要求呢 在这个分合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杰22岁来自四川 传媒 小雪22岁来自四川运营 欢迎老妹 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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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男朋友 还是前男友 既是我的前男友 也是我的现男友 那我就直接问了吧 怎么就从男友 变成了前男友的呢 然后怎么又从前男友 变成了现男友 咱们从哪个节点开始说 这个我来说吧 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他太多了 我们就选择了分手 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嘛 他就要求我 每天24小时 都必须得陪着他 夸张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啊 回消息呢 晚了一分钟 他又生气了 而且生气根本就哄不好 也没有呀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刚在一起嘛 我就想着说 甜蜜期还没过 我就希望他能够多陪陪我嘛 再说了 我觉得他多陪我一下 也没什么吧 后来有一次 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一个520 我背着他买了一个蛋糕 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在郊区 离那个我给他订蛋糕的地方 还是比较远 我就叫我朋友坐顺风车 给我送过来 但是因为我朋友他 妈妈突然住院了 他必须过去 最后这个蛋糕 就没有送到他的手里面 他就生气了 那我肯定会生气啊 因为我觉得 那是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第一个520 我觉得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一个日子 你说你准备了一个蛋糕 我觉得行 但是最后蛋糕呢 蛋糕送到我手上了吗 那蛋糕 没有送到我手上呀 那蛋糕我是提前十天 就给你准备了 我还不够有心吗 是我朋友他妈妈 突然住院了 他住院了 我突发情况 那是我可以控制的吗 对 突发情况可以理解 那我们做事总得要有计划吧 那你第一个计划失败了 你没有计划B吗 那只能说明 你对我不够用心啊 是 是 是 所以我就想听 蛋糕没到手里 又没有B计划 发生了什么 就我们当时是在外面吃饭嘛 吃饭 吃完饭了又出来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好蛋糕 我们没有送过来可以 那你能不能有别的 补救方法呢 他一直跟我吵 你知道最后吵到什么样子吗 吵到后面 我们当时是在外面商业 今天我们俩吃饭 他追出来 我还在跟他说嘛 他拉我 然后我就不停 他最后就直接一把 把我推倒在地上 就当时那么多人 就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